进入到谈前不上感情 来 是这样的 我给你的岗位是销售岗 然后可以直接在你现在的城市石家庄 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有一款产品叫神批 它是给批发商用的 我为什么会给你留这个岗位到现在呢 因为你之前其实在快销品公司 应该是跟快销有关系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产品是要推给 做流通的批发商的 也是销售岗 然后石家庄这个城市 也是我们要拓展的城市 岗位的薪资呢 底薪是三千五 然后呢加提成 这个提成的话 如果说你做得好的话 一个月应该是月薪可以到万元以上的 如果按刚才的算法的话 这个人不能够给公司创造销售价值 可能他觉得他的勤奋 愿意增加一个试错成本 去试一试吧 我给你现在选择要去十一那边的话 好好的销炼一下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选择本身是一种决策力 你到底能够走多远 坐多高都跟这个有关 他应该会接受 只有他一架是吗 对 考虑一下 是否接受装饰一开出的岗位和薪金 计时开始 好 霍小伟最后你的选择是什么 谢谢再见 为什么最后是拒绝了装十一开出的条件呢 我现在在北京记住 现在怎么说啊 我现在就不想回施压庄了对不对 我想在更高的城市去发展一下 好 那我们还是回到今天 我们一度讨论的那个话题 选择大于能力还是能力大于选择 我想说的是 其实选择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我觉得你在选择方面的能力 还有待提高 也希望今天 在你离开这个舞台之后 能够再仔细地考虑一下 选择和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 好 感谢你来到贝尼莫书 再见 我对今天的表现感觉不是特别满意 各位老师给我中肯的一个建议 对我以后的发展给了很大的鼓励 如果他没有遇到职场贵人 基本上他的打工生涯就报废了 因为他没有任何一个沉淀 然后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自信 我预判他应该不久的将来 还会回到施压庄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 预见到一些 但是不代表我们可以改变它 对